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第一轮 第一轮要聊天的呢 是兵哥和狄哥 两位请 好的 然后宇宁和于阳接受惩罚 来 请就位 我们先去旁边写一下那些词 对 你们可以先商量 我们的情景是 当东北大厨遇到爱挑剔的时刻 会发生什么 兵哥是东北大厨 对 我刚才观察了 我想的是这个危险动作 就行那个那个手放腿上 好 可以啊 他做的时候手脑脑脑 他手脑脑脑脑脑上 啊 行吧这狠吧可以啊 嗯 孙子老觉得 啊你人体的角度 人体手手放腿上 可以真的你相信我手放腿上 你看环境啊 有有有 那个这个有这个 里面有什么吗 这个有 这里 可以 啊 啊 啊 完美啊 漂亮 然后这个词 东北人 爱说啥 啥 不知道 甲斌哥以我对他的了解 不能 啥可以吧 东北人 啥 什么 啥 啥 啥 杨迪你在想写东北话 菜还是肉 杨迪你在想写东北话的话 没有 在写词 别别别管方言啊 不可能 菜是肉菜吧 菜吧 他肯定我这什么傻呀 什么玩意啊 怎么的 好 现在两边都已经写好了 全程普通话 好 请各位到我们指定的位置上 现在两边都已经写好了 来 你们谁是食客谁是大厨 我是食客 好 我是大厨呗 好了 来 准备 挑战开始 老板推荐一下你们这里的特色菜 什么 推荐一下特色菜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是客人 你能不能做生意 照顾照顾我 好好好 说话 说话 你不能不说话 你不能不说话 这样的这个是玩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 去遍 不是语言 而是行为 行 不是语言 这里有些什么 我想听 把娃娃娃娃娃娃们 睡觉 说话 这里有些什么我想听 这还玩吗 都用不了一字二词的就能养你 一点要不在我这待一会 这里有 稍停稍停 是这样的 最后两个人的原谅 是一个考量的最主要的 你不说话就是你说完输 不管他奔多少次你都说 这里有啥俺想听 锅包肉 你的手那么别放椅子上 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个逻辑 怎么做的 糖醋盐油 能不能做辣一点 四川人想吃辣的 好 改变改变 也有这种可能 有没有素材 推荐推荐 我真的快笑死了 我决定不说话了 好 来 可以 好 开始 来 琴班你们 没错 我真实在 我特别了解你 我特别了解你 我特别过来 我特别了解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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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把你的脱力 我特别了解你 注意 注意 他俩现在都没怎么说话 为什么还一直在喷 两位都写的放腿上 注意 你注意哥 对 推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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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点不出来了 自己看菜谱 在哪儿呢 有些什么 到底是啥 酸菜冻粉条 好 时间到了 他都不跳脚 猜一猜 猜一猜 中间前面的五发都是因为一个原因 我是不是那个坐姿哪儿 坐姿没问题 就有问题 手放在腿上是不是 对 妈呀 行不行 我出这个行不行 你太行了 我也出了这个 结果一上来贾民哥就这样了 我都气死了 哈哈 哈哈哈 他们是手放腿上 有 这里 有啊 那边是 你们这里有什么 哈哈哈 那边是菜 还有啥 对 手放腿上 我觉得我应该是不说话 那么贾边和余扬被攻击了六次 340 而宇宁和迪哥被攻击了六次 340 340 440 340 440